草屯镇目前正进行下水道施工 在各重要道路皆可看到工人夹紧施作 县议会县政总咨询时 议员针对下水道工程施作 希望县府确实兼工 以维护工程施作品质 因为污水下水道工程就是相当专劣 工部门的对作方面知道的人才相当少 所以为了防范未然 我们必须很慎重的来对这个工程 及以施作 而且专业人士不只都要委外来办理 委外的人他们的这个司空柄子怎么样 而且这些工程都在地底下 几十公尺里面在座位 有高低落差 而且要如何将水很完善地引到这个污水处理厂 处理区去做 这也是一门相当庞大的这个学问 希望说施工单位跟我们的建造单位 要小心谨慎 看好这个工程品质 对于议员的关心 公务处长简玉明表示 草屯施舍下水道工程主要在马路上 难免影响交通 县府会要求厂商提出交通安全维持计划 减少对交通的冲击 以及维护行车安全 对于民众反映夜间安全措施不完善的工区 县府会要求厂商确实改善 对于民众反映 实际工期与告示板标示不符的情况 可能与各工区施工条件有关 县府会加强巡查 要求改善 减轻对当地的影响减少民怨 那我们除了原来就都有要求 那个我们的厂商要做一些交通安全维持措施 尽量降低对交通的一个冲击 跟安全上的一个影响 不过就是也有议员跟地方来反映 我们有部分的交通维持设施 在夜间的部分可能都做得不够完善 以致造成有很多交通状况的发生 这个部分我们会积极要求厂商来做改善 那部分的路口它可能失设的时间 跟当地都有设置那个告示牌 预计它施工的一个期程 检议员来反映 那我们的告示牌跟现况施工 有局部的落差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来了解 也请厂商要确实 按照原来的施工告示牌 去加紧港工 有原始部分也应该跟当地 要做一个告知跟说明 避免说跟影响当地的一个通行 然后以民众原来有的一个 一个期望的一个落差 这样会引起抱怨 这个我们会来加强跟地方沟通 也来加强来要求我们厂商 确实落实这个公告告示牌 另外议员也建议 延伸下水道管线到复兴里 提升里民生活及环境品质 县长李明珍表示 复兴里仅邻草屯市区 人口密度高 管线距离仅30多公尺 将折成公务处 建请营建署 沿易纳入工程范围 以收纳该里的污水 减少污染 提升住家环境品质